欢迎各位观众再次收到我们的东周投资会 今天我们继续有金铃峰证券研究部的执行总统 董事王德基和Dicky 和我们分析大使的走势和解答观众的问题 Dicky 你好 我记得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见你的时候 超级大反弹 我们经历了一个星期 都OK的 今天都收到在21000点左右 但是我们看到科技股今天又再跌过了 下星期就是贵劫 又期时结算 你觉得那些担忧会不会趁机再洗一转呢 或者这个时候值不值得去闹货呢 好 这里很多话题 你给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当然 如果我们只是埋单继续屈指一算 真的要数过去星期五 四、三、二、一 这样算 其实现在 今天就收回上个星期五的收视位置 在附近而已 换言之 你可以说是 叫做原地踏步也可以 你可以说是 叫做急升过后回吐也可以 怎样说也可以 但是很客观的事实 就是今天我自己做我自己的YouTube直播 就说 哇 又很正常而已 老老实实 不要说多 就是恒指也就是由低位都弹了三千 有多 真的难听你说 你捞到盈富基金呢 你都赢到笑呵呵 喂 盈富基金啊 都十几个百分比 说真的 很少见的了 都已经 所以你说很短炒 吃啦 但是看长线一点 我又去看看他现在这次急升过后的后抽 回落到哪些位置 和哪里会浪得住 真是要今天堆下来 我觉得你说 就是这样看一些街外的消息 待会再说一下基本面 但是你说是不是有些很重大消息 跌这五个几 我觉得真的没什么 但是 为什么会跌那么多呢 一会我解释给大家听 但是 今天 就是中午的时候 我做直播 我都说 应该都会守得住 20天移动平均线 保力加通路中族 如果是一个反弹 其实连二十天线都没穿 不要说十天线在下面 其实又不是真的很惊慌 和不是很惊吓 都是那句 现在玩完整个星期 就是叫做是吐了一点 但是如果以上个星期收市来说 星期五 都是叫做 这个星期五天 就当没有玩过 升完就给他 那意思 那当然你说在过去 就是升到最高的位置 其实都真是很老实 补完一个又一个烈口 去到这些这么大的烈口的阻力位置 有点点果足不前 甚至乎 未能够突破企稳 并且回落 都相当正常 那当然其实有几件事 就是今天 其实我自己 今早早 由香港电台一直做直播 都忘记了说 就是 其实京东 就是今天 怎么说呢 这些就是 不知道是责了梁神吉日 还是今天就是要去他队 一只是集资 一只就被人扔 大家知道为什么被人扔 因为拿了股票 行上股东 是的 没错 但是刚才我想说的这个话题 其实就是 今天当海外传媒都广泛 你报道这件事的时间 都觉得 都好像是想借这件事 或者借这个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要推一下市场 第一件事就是 一个很客观的数据 就是过去这个三月份 基本上外资 减持这个A股 当然他们买A股一定是通过 不是合资格境外 基格投资者的机制 就是通过现在 行之有效的 就是这个新港通的机制 不断是走钱的 走了很多 其实整个三月份 现在算到25号 当昨天24号 其实走的水平 已经是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第二身高 走得最劲是什么时候呢 是说2000年的三月 即是说两年前 2020年的三月 那时候就是说 疫情刚刚爆发 那时候走得最劲 现在这次走钱 是走得第二劲 当然走得最劲 那时候 当然很明显是早排 大家应该都记忆游身 当我港股 就是在上周一 资格下来 再上周二 又再资格下来 连18,300都穿了 基本上全版牛证 死了 我很记得那天 我帮ViuTV拍外景节目 我自己一个talk show 出去拍外景 那拍外景 什么仓都平不了 又下不了盘 做完了 然后我看看 不是吧 我下了一些盘 打算排低一些 那样 中了 什么事 哇 这么多的 那一刻我也很惊慌 当然了 上周到我在东周投资会 做节目的时间 已经雨过天青 因为刘鹤已经出来说话 好了 其实也是那一句 如果你说一转18,300都这么厉害 然后一下子烈口高开500点 再爆上去形成 早晨之声 接着刘鹤说话 接鱼二连三 很多好消息 然后内地政府 又说放行ADR 然后现在又说 跟美国正应交会那边 谈好数 甚至现在就说 行行行行行 你们ADR要去海岸上市吗 只要不是很敏感 总之披露多一点 会计底告 继续在那边上 现在是这样 接着就夹 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五点 夹到去 刚刚好 刚刚去到裂口的顶 去到大概二万二千 就是当然了 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三 其实你按一下计数机 你会看到 其实那里 是很惊人家升了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技术上 后抽 一个技术性的回落 我觉得是很正常 甚至乎连二十天线都受得绝 当然你很聪明的话 你会看到 唷 好像十字星代变 今天十字星代变 今天低开低走 走了先 这样 可能你会有个转身很快的行为 如果你真是很贴事 走不及了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反过来 我会在另一个角度想 如果你说今次跌下去的低位 从来都没有买到货 我都相信不是很多人 甚至乎我斗胆说 都没有什么 谁可以在最低位捞到 我自己最恐慌的一刻 我也是买了鸡碎那么多 刑富基金 因为我也很恐慌 恐慌时吸納 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反而反过来 客观理性一点 可能会是领个机会 给大家再存回多些货底 因为我想 我没有贬义 但是大部分主流投资者 都可能是一路跌的时间 都觉得没什么事 但是真的跌到两万多村 就开始恐慌 很可能是两万以下 才所谓止蚀 打靶 走了些货 接着现在就发现 又上回来了 但是就没有 这个可能是个大主流 就是我很无奈说的现实 大家可能未必会想我这样说 但是很无奈 这个也可能是现实 难道每个人都会懂得 一万八千八 然后开始一路骂到一万八千三 然后恐慌时吸納 你以为每个都是股神吗 我自己都做不了 我就说就到了 然后到了自己做 其实也是刚好他真的堆下来 我硬折而已 是硬折 我跟你说 其实坦白告诉大家 但是接完之后 咦? 整个气氛 所有东西都称完之后 都好了很多 譬如说 油胶配合 由八三在建顶 兑到一百 穿到九十多 当然现在上回来 但是未去到八三 好了 接着那个乌克兰的战争 当然都继续 但是 美国的制裁也都没有停 但是 看来现在这一刻 市就叫做 都反映了 都习惯了 习惯了 习惯了 就是都很无奈 生命途代 但是都已经是反映了 然后再到中美博弈 是正在改善 当然现在有些国会议员在美国 就说 要撤销到一个中国的 所谓最优惠国的代言 其实 应该复杂点说 其实中国从来都不是真正最优惠的 对 就不会这么多关税 但是如果你说现在在这些 这样的言论当中 我都觉得他们都是想拿一些政治筹码 但是很客观说 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谈完那次市场会议之后 那两个关系由最差来 当是低位 如果我比喻 你当是一万八千三 那么好吗 现在反映了两万左右 已经好很多了 你想想起码 他之前特朗普时代的所谓的 关税豁免名单 他现在都比你三分之二 都继续过 不过这么说 其实都是那一句 很明显的 他看着清单里面的东西 咦? 这些我都需要的 接着那些美国总统 大哥 你不要不让我进入这些东西了 你不让我进入这些东西 我做不到生意 其实 美国那些贸易的一些 企业的一些代表 他们都不断地去信 要求美国政府商务部 有些东西你都不要不放 你不放我做不到生意的 我不跟中国买 我不知跟谁买 中美一向都是两个最紧密的贸易伙伴 你说真的 你弄得坏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最后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的战争 任何的博弈 任何的制裁 其实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 但是他们都继续要做 这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无奈 但是我觉得今天港股跌 我又不会用预阻来形容 但是我会觉得都可接受 或者怎么这么说 之前做了一口 如果现在熬到现在 才来平仓 其实他都已经输得傻了 基本上已经 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那天大升的时候 再爆多一天的时候 有一个裂口 大概是一万九千多点 到二万点的位置 未来有没有机会 补回那个裂口 或者是否投资者 应该补回裂口的位置 一补完就可以捞货 在那个位置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件事 首先我都要说自己的立场和看法 第一我相信港股 你说在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五 短期见底 好了 但是现在究竟再下去那一刻 究竟所谓的 有些形容为右脚 这样说 第二只脚 是什么一只脚 脚的意思就是 两只都是在下面才叫脚 我自己暂时这秒钟 我不觉得是两只一样 那么低的脚 就是说 我觉得就算这下探下去 极其量 他都会形成一个近似 头肩底右肩的形态 如果真的形成这个形态的话 其实就有数说了 很多位置可以暂时看着 二十天线今天没有穿 看下来怎样 我也不敢说二十天线很有支持 当然如果你很短炒 我觉得你也要遵守游戏规则 就是他不穿二十天线 算了 但是他真的穿二十天线 你是要减房 你就博他跌深一点再捞过 这是很机械性的做法 我觉得不会怎么错 好了 当然现在看上去十天移动线 现在两万零九百五十六 大概两万一的这个位置 就是再数下去 刚才阿辉说了一个列口 这个列口就是准确来说 在二万零一百二十点 去到二万零七百八十六点 说的是三月十七日 那里有个列口 当然其实很客观去说 今天为什么我又会觉得 两万一千三和二十天线 会守得住呢 因为如果我们技术分析 相信黄金比率 那我就用了两个计算 当然各有各大家 都有不同的计法 但是我自己拿了两个顶 来计量度的一个 所谓急跌过后反弹的阻力 其实我计算到其中一个支持位 都是大概两万一千三的这些水平 可能我说到了 你是不是这么淡定 如果真的穿了一条二十天线 那我计算了 可能会怼心一点 第一个是十天线 第二个就是之前的列口 那你说那个列口 就是看你怎么看 当日是个锤头 就是说做个列口当日 那如果你就当它去到那个低位 都叫做是保紧的话 那就是极其量 你就下回去两万零七 就是说现在一级都是支持 由现在这个二十天线 大概两万一千三 两万一、两万零七 那这里三级都有支持 那我会觉得三级都有不同的力度 而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一刻可以回到上次的低位 因为上次的低位 太恐慌了 是很多事情是夹击 因为只是说中概股 已经不回到那次的低位 还有那次多变态 然后我一沉百踩 这间又说不懂得分析中概股 那间又说下调 我心想你又不早点下调 你两万三你下调 我说你很棒 你现在到一万八千点的时间 你下调的目标价和现在差不多 或者再低一点 那其实没有意义 我觉得 这个平级的下调 感觉上就好像是为做而做 没有前瞻性的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我自己这一秒钟都会觉得 我不认为是高低 我会认为可能是一个很短期内 就会形成一个小型的头坚底 时间关系 我们回答一下股票问题 有观众想问一下 1999 敏华控股 问一下现价 8.48这些位置可以进入没有 好 今天呢 它的股价也是曾经突破之后 就扔回来 扔回来 会不会关于贸易的问题 以至到整个大市都跌了五百多点 那问华呢 其实我看好的 说基本面 那几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说 如果中美的贸易有改善 它也有帮助 因为它其中一个业务都是出口 但是其实最主要呢 它是靠内销的 这个是很客观的事实 就是说如果现在 既然真的出口有障碍 反而我会觉得就是说 中国未来的方向 就是内地政府的政策 其实就是要继续鼓励内需 去带动经济的 这个是完全不需要怀疑和担心 还有那个5.5%的经济增长的目标 其实在很多行业里面 已经是释放某一些讯号 就是说再加大的调控压力 未必了 但是如果你说是一些 真的企业很不够的 那些 OK 那没办法的 那些继续都要打压的 那些继续都要整改的 但是如果正正常做生意 甚至乎 讲讲内房 我都说了 现在很多的 就是今天我自己直播的时候 现在很多的内房出不了业席 就是赶不到现在三月底 原因有很多 解释的可能你会说 因为这个疫情 但是实际上 他们根本就搞不定 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数捡不定 现在都真的都不知道 怎样搞 我会说 混乱大龙 但是我都会觉得 最后就是说 出问题的内房会出问题 但是没有问题 那些688 1109 没有问题 那些就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说 从他敏华内销的市场来说 我一句说完 我觉得仍然正面 而且不要多说 他们主席 黄敏丽 是天天都在增持着的文化 当然今天就是高去低走 其实我曾经在某些平台都推介过 说完之后 昨天也升了很多下 今天也再高 但是今天就扔回来最低位收 不过这样 他今天就算是略穿了20天线 那10天线在下面 我就会觉得 看看这个增持的因素 以及现在就是说 中美的关系 内需那几样东西 会不会令到他的股价都会好一点 我觉得现在这些股值 都算是合理的了 无论以他的息率 市盈率 各样的业务 我会觉得 简单说 如果你真的超短炒的 他真的失手10天线 再考虑减磅 这些位置都可以考虑吸納一下 如果跌了10天线 就减磅了 有观众想问一下 腾讯 腾讯 业细就一样 市场不是很喜欢 连续两天推过来 穿了10天线 这些位置能不能够过 还是要等下 我想今天腾讯的股东 其实我今天自己做其他访问 我不记得说这些 因为腾讯太多话说 我反而就不记得说这些 就不记得那些 一股送二十一送一 就是那个 九六一百 最大公恩数 还是什么公倍数 那些 怎样都减不到一手 就是 不够一百元 也没有 真是复杂到 我觉得 唉 真是你玩了 真是煩厌 其实这个关键位 就不是他派京东 以至京东的税股怎么处理 现在不是我想说这些 我反而我想说 就是 大家都会觉得腾讯 一宣伴完的业绩 可以用失望来形容 因为它的 top line 增长是慢到没有人有 说到上市以来最慢 当然盈利的数据是OK 但也有一些一次性 就这样看核心业务 内地的智能手机市场 是明显地已经受到 过去政策上高的转变的拖累 真的慢了 还有些版号很久都没有批 当然有些人说 会不会不批 阿爷说没有 没说不批 但是很久都没有批 就是没批 就是没批 他没有说不批 很久没批 但是如果你说我客观点去说 我今天在自己的patreon上 都写了一段东西 就是当我们仔细看 如果现在这个环球的智能手机 游戏的市场 其实如果你说说十大 当中有很多都是关于 都是腾顺的了 是的 因为其实有些是他自己收购回来的 包括一些海外的 一些美国的一些游戏开发商 他买回来的也很多 比如说 例如Electronic Arts 他都有14%股权 Electronic Arts 有一只叫做Apex Legends 也是很受欢迎的一只游戏 当然 我是不玩的 我是有的 接着另外 我不知道阿辉有没有玩的 王者荣耀 你有没有呢 王者荣耀 你也有的 你也是机迷 是可以打开的 是吗 王者荣耀 你想想一下 一只这么旧 打得很久 但他竟然可以再登顶 我 因为在讲这个 Sensor Tower的一些数据 就告诉大家 全球现在最受欢迎的手机 又是No.1 原来又是王者荣耀 因为刚刚二月份的时间 在App Store加Google Play 他们赚了2亿2千多万美金 然后我就会觉得 其实原来真的好赚钱 是好赚钱 这么足够的东西 都可以赚这么多 我又想问阿辉 那你有没有课金去玩的 我是没有课金去玩的 你是没有课金去玩的 即是那两亿多不关事 不关事的 你没有贡献给他 但是有其他网民 是很多都有的 很多人都是很沉迷 仍然是很课金 可能大家会说 不是不是不是 今天星期五六天最多玩一小时 那就没有了你的小孩 但是你会看到 他现在有的游戏仍然很厉害 现在在说全球五个最受欢迎的游戏 如果计算了PU BG和王平精英排第二位 都是他的 两个都是他的 当然是Candy Crush Roblox 大家都知道 其实最后的结论 就是原来玩来玩的 都是玩那些东西 所以没有新版本 对他不是灾难性 所以 或者这样 今天他要跌 或者京东是要跌 京东被人派出来要沽 然后另外一只又要集资 那就全都要贴 那我又觉得今天 可能又反映了 其实再看再长远一点 我就不觉得腾讯下回300元以下 我真的不觉得 但是他没有了阿里那个 人家 100亿啊 加买100亿美金啊 当然是I am loving it 腾讯又不回购 那就差一点点了 但是你说会全部回购 我觉得又不会 哪些位置你都可以买一下他 350元 还是要下回320元 他是弱势股 他也没有回购 他业绩都不是很像样 他是应该可以回多一点点的 我会觉得 对上一转 低位的倒转随头 真是来不倒转随头 那个真是见底讯号 因为倒转随头 本来是纪数陷阱 我觉得不能下回购 你问我 我也觉得最差的情况 会不会真的落到 现在的保力加通道的底 保力加通道的底 现在是324元左右 严格上来说 我觉得应该不能下回购 但是如果接近 我也觉得差不多可以又玩一下 但是他现在是弱势股 他想想他是曾经上那条20天线一天 第二天昨天已经穿了 他是相对比恒指更弱势一点 这是事实 因为他业绩没什么大惊喜 然后他又没有回购股份 因为没有回购股份 这点差很远 所以你会看到 你干什么 你跌很多吗 是5% 现在一条20天和10天线 下跌的就是阿里 阿里的弹力是强很多 那你想想 阿里连续之前那两天 去到保力加通道的顶 那就没办法了 你是短炒的 你是要走 你说我真的要持长线 那你就能忍住他 是的 那就是 腾讯更惨的 上了20天线 第二天 就放了一个不太好的业绩 那就搞到他 没办法 但是短线简单说多一句 就是我 坚信阿里这段时间都会 跑赢腾讯的 没办法 但是阿里呢 你觉得又是 什么位置可以买回 上车呢 其实呢 我觉得阿里已经变成强势股了 就是在现在这一秒钟 那你问我是不是10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就是这些位置 如果下得回去 也是20天移动平均线 现在是99了 去到这些位置 你没有货的 你买一点点 说真的 71元就没机会了 真的没机会 怎可能呢 那250亿的回购 你真的当傻了吗 250亿的回购 大佬 喂 多到是 现在不是说 买了几十万那只 就是你不要 不要小看 而且呢 我自己呢 有点阴谋论 就是我觉得很明显 现在呢 不是中美博弈那么简单 是中美投资者之博弈 是你外资官员内地的资金 那些基金就摘了你的货 跟着踢上去 你一股都没有 看看你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这样 所以现在呢 我真的觉得好像电视剧幻想 你都赢得很尽的了 按下来 我下个星期期期结算 平下仓好 小小的好了 你看着吃了 给500点你好了 我幻想而已 哈哈哈哈 好了 按下来给你平仓 让你输一点点 就是这样 但是低位你沽了 你很明显你买不回 是啊 你就等下100元那些 那边呢 刚刚是10天和20天线的交界 交叉怎么 漂亮得爆炸 黄金交叉 下个星期日 最后呢 就是想问一下 3690 美团 刚刚出了热息 新鲜滚热 是吗 真是新鲜滚热 好比预期的 虧得没有预期这么多 可以先报一下数据 好了 那我先看看 美团呢 去年就虧了235亿左右 人民币左右 比市场预期好 比市场预期的 那浪夹呢 浪夹呢 浪夹是精调整的 亏损是155.7亿 都是比市场预期的 都比市场预期的 都比市场预期的 但是是虧多了 这个是事实 那你觉得 去到135元这些位 你又觉得可不可以想想一下它呢 唉 看一条大数 经调整的AB渣 又或者我们客观点 看回它的外卖的业务 收入 新业务的收入 就是其实 真是说一些上线 其实都算是挺好的了 我都觉得 但是当然了 过去我都经常都说了 就是当现在 大家都知道 就是当市的气氛是矮的时间 就是你任何没有 真的没有个PE 那里有两个数 给你看这些公司的股份 就当然是刺很多了 但是如果你说很客观的政策 角度 那我始终都会觉得 真是真心说 我觉得 现在最值得拿的是阿里 然后 可能再想一下 究竟是美团 小米 那些有PE 那些 美团我是放在后一点 当然了 再后面 就会有B站 和再远一点 会有快手 那些我就不特别 很建议 第二个原因就是始终都是跟他们的 就是说 业务的前景 经营的 市场经营的变化 又或者是盈利能力 但是如果你说 就是今次的这几条大数呢 收货了 是吧 高位价格 是吧 高位价格 跌了很多 高位价格 不过其实 高位价格 都不要高位价格 高位价格很恐怖 高位价格这一站跌了九成 美团呢 都真的跌了 数手指的 都跌了七成多 哇 真不是开玩笑 真的 很恐慌 很恐怖 我觉得之前去到100元那些,差不多还原基本步了 但实际上他们做的生意已经很大了 说真的,在新经济是弱势股来的 昨天又跌穿了20天线了 所以明显地指数弱势股10天线都跌穿了 但我还是那句,我不信它会再跌穿上次的低位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这样在下来 当然最好等它有些稳定讯号 可能下个星期就会有止跌回稳的讯号出来 总之我觉得现在几个新经济的形态 我觉得不会形成一个双底的形态 我觉得会像一个不对称的头肩底的机会大些 等下一些位置去骂一下科技股 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很感谢Dicky和我们分析了Dicky的走势 和解采观众的问题 我们下星期就和Dicky聊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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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